我们是一个少年探险 更多的还是建立到一个少年 寻梦的这么一个主题基础之上 我想去建立一个少年探险的队伍 以藏宝庆的视角 慢慢是一层一层切开的特征的努力 剧本的创作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在剧本创作过当中 我们跟爸昌老师一起联合地孵化 怎么了 你别说你了 天堂英烈这部小说 在我的全部作品里头 也比较独特 跳出以前的传统 讲的是少年冒险 我们曾经去过很多地方去看景 希望找到一个最理想的地方去拍摄 去哪啊 布景的时候 那个时候上面的风很大 雪很大 我就带着航拍器过去拍了一些雪山的空间 天气温度都比较低 很多时候可能演员的身体 可能都会出现一些 无法控制的状况 包括身体可能会发抖这些 所以我觉得天气对我们来说 可能这部戏是面临最大的困难 以往的街市 一天可能会排到五页纸 这个戏一天可能也就两三页纸 希望其实追求更正实的感觉 所以这部戏包括室内室外 我都采取光源的方向来去处理 室内的话我会偏向暖湿掉 室外因为很多都是雪原 就是用蓝色的试调比较暖的试调 作为一种墙内的反差 你想干什么 不说 终于想了 我们那个探想是往地底下走去探 但从剧本层面体现出来的东西 基本上是一个文字类的东西 剩下这种很靠想象的一个表演 所以我们要呈现的质感应该是电影化的制作和接近国际化的工具化标准的一个制作 一个好的作品是由细节构成的 那每一个细节都是需要每一个你无论是植物大小的工作人员去创造的 现在拍摄出来的效果基本上达到我们的预期 它会呈现出市场上所没有的一种独特的气质